您是哪一派呢 是一起床就刷牙 还是等吃完早餐之后才刷牙呢 怎么刷才是真正的有记忆口腔健康 把时间交给自身编译彭新宜 午安 你是先刷牙再吃早餐 还是先吃早餐再刷牙呢 针对早上刷牙的时间点 有些认为刚起床嘴巴会有异味 刷完牙才能安心吃早餐 有些人则是认为 吃完早餐之后 一次清洁更方便 不然刷完牙再进食 又会让牙齿沾满食物碎屑 其实啊 医学上对于先刷后刷各有不同依据 纽约时报提到 认为早餐前刷牙的专家说 早餐有含糖碳水化合物 像是古物面包松饼煎饼 这些是细菌喜欢吃的碳水化合物 这派专家认为 早餐前刷牙可以清除细菌 让细菌没有东西吃 可是如果说牙膏里头是含有孵化物的话 它是可以增强我们的法郎值 中和早餐里头的酸 让牙齿可以抵抗腐烂 有趣的是日本牙科专家说 当我们睡觉的时候 口腔的细菌会增生一个晚上 如果不刷牙直接吃早餐的话 吃进身体的细菌数量相当于10公克的粪便 因此日本专家强烈建议 最好一起床就马上刷牙 还可以预防感冒 但是美国的专家说 把刷牙排进我们的起床程序 这件事情很重要 这是为了防止没有时间 或者是忘记刷牙的人 每次都说等一下再做 结果就真的忘记了 教授说尤其是如果有孩子的人 因为一吃完早餐 就会冲出门 刷牙很有可能会变成最不想做的事 还有一种就是常常在家里 或者是在工作场所吃早餐的人 很容易变成出门前刷牙 不然就不会刷牙了 一起床先刷的话 就不会有这些问题 可是为什么会有人认为 应该等到早餐之后才刷牙呢 因为这些专家认为 吃完东西之后再刷牙 可以加速让矿物质 回到牙齿上预防蛀牙 所以美国的牙医协会就建议 吃完酸性食物 隔60分钟之后再刷牙 可是很多人说 没有那么多时间等待啊 那么牙医师就说 如果早餐里头是没有酸性食物的 是可以马上刷牙的 如果有酸性食物 那么建议可以等待30分钟之后 先用清水漱口再刷牙清洁 那我们这边整理一下 如果担心早上起床 嘴巴病菌多的 可以先用漱口水清洁口腔 等吃完早餐之后的30分钟再刷牙 可是如果是赶时间的人呢 是可以先用漱口牙线来代替 等到午餐之后的30分钟之后 再进行一次性的口腔清洁 可以的话 饭后至少等待30分钟再刷牙 不想等的也可以先喝水 或者是用漱口水摆脱残渣 因为现在的科学文献上是没有共识的 因此最重要的还是 什么样的刷牙习惯可以让我们最有可能坚持刷牙 一旦决定了就排进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坚持下去 以上是心仪带你看世界 把时间镜头交还主播